高齡八十歲的日本導演全川信雄 改編沙翁名作《哈姆雷特》 在臺灣演出獲得廣大好評 這齣作品排練期間 全川信雄幾乎是天天往返醫院跟排練場 每天向醫院告假兩個小時 堅持把創作完成 這次也邀請了十年前曾經詮釋 哈姆雷特的日本演員藤元龍 也再次擔綱演出 臺灣觀眾等待二十二年 再次欣賞到他獨特的美學 而這也是導演給自己的八十歲生日禮物 結合莎士比亞和日本傳統元素 搭配精準的場面調度跟聲光變化 讓東西方文化直接在劇場舞台上 撞擊出新的美學火花 這是日本導演全川信雄在TIFA國際藝術節 為臺灣觀眾帶來的哈姆雷特 作為八十歲的紀念之作 全川信雄說 哈姆雷特不管倒多少次 依然會有嚴謠未盡的地方 透過不斷的挑戰 讓觀眾看到他解讀經典劇作的力量 你不想失去情緒 你也想看過冷的事 你也想忘記自己的母親 你也想要用鎖子 你也想用鎖子 你也想要 你也想要恨這個心 你也想要恨這個心 我媽媽 你也想要不斷的心 我媽媽的心 我心裡 決定求不定 再度擔綱演出哈姆雷特角色 藤原龍也經過人生的歷練 沉澱當年外放的靈魂 帶來完全不同的詮釋 年齡的事 前面是很年輕 有種勢力做到的部分 但仍然是年齡 接近 台詞也含著 實感 成功 成功 那種違法是大了 回圍22年 全川信雄作品再度來台 讓觀眾直接體驗它 獨特的劇場美學